北約秘書長斯托爾·蓬佩格在外交事務發表的一篇文章表示 北約軍事同盟不將中共視為對手 但敦促北京與莫斯科滑船以結束東歐衝突 而不是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及外交與軍事合作 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北九 莫斯科與北京達成無合作上限的夥伴關係 北京拒絕譴責克里姆林宮入侵 但高階要警惕衝突帶來的危險 斯托爾·蓬佩格又表示 中共政府在國外越來越多的脅迫行為 以及在國內的鎮壓政策 對北約的安全及價值觀和利益構成了挑戰 他指的脅迫行為包括中共在台海進行的持續不斷的軍事騷擾 烏克蘭戰爭使國際社會更關注北京統一台灣的企圖 中共已在台北島周圍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 據《華盛頓郵報》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早前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提醒我們威權主義對民主的號戰不會停止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及中國研究院主任曾瑞生 向新聞周刊表示 中共聲稱烏克蘭的持續衝突是北約侵略的結果 因此俄羅斯出於國家安全原因合法使用武力 他又認為北京可能對斯托爾·蓬佩格的評論感到不滿 因為中共從來都是咄咄逼人